基德的定位是最后世代的白胡子吧 不是的 基德的定位其实还是更像金狮子 因为白胡子他的实力 他的个体战力是跟罗杰啊卡普对标的 但是白胡子是没有成为海贼王的野心的 白胡子人家的梦想是组建海上大家庭嘛 他不是一个在海贼王层面非常有野心的男人 虽然他是最强的男人 那基德就不一样了 基德是野心勃勃呀 基德是有非常澎湃的野心的 他在得知陆飞被报纸报道为新的四皇之后 直接就去花兹都要挑战陆飞 一切的这个剧情都指向基德是要成为海贼王的 他的野心就这么简单 也很直接 陆飞自己也是知道的 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 你看金狮子当时也是在这个爱德沃海滩之中 把罗杰围住了 让罗杰成为自己的右臂 人家要成为海贼王 金狮子把罗杰离开之后的海贼王世界 称为太过温柔的海贼世界 所以金狮子是野心勃勃的一个海贼 黑胡子相比而言就是那个温柔的海贼 虽然他的个体战力我觉得是比金狮子更强的 虽然基德不配跟白胡子相提并论 但是白胡子跟基德比起来太温柔了 基德是一个非常狂暴 非常有野心的海贼 所以说相比较来说 基德所对应的传奇海贼应该还是金狮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